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崩坏新穹铁道 你就自爆新角色 新十星食人要登场 凌莎兔技能曝光 2.4前瞻性马上开启 崩铁皮肤系统即将上线 V5云里爆料,凌莎被削弱 崩铁2.4最新爆料 凌莎新召唤体系,焦丘削弱 最新V5版本的改动消息 其中,我们比较关心的是 焦丘和云里这两个角色的实力如何 他们是否能够提升追击队和黄拳的表现 先说结论 云里在V5版本中的实力处于正常的C水平 如果你喜欢这个角色,可以考虑抽取 至于焦丘,在V4版本中 其命运从48%下降到了40% 城区也从增商区加算变为独立城区 这让不少玩家表示 卡夫卡与黑天鹅组队成为可能 然而,在最新的V5改动中 这个效果的城区又变回了增商区 而黄拳的倍率现在是独立城区 目前没有倍率的变动 黄拳装拐的效果消失了 凌莎的大招可以召唤出一个特殊的召唤物 此外,凌莎释放战技时 可以提前使召唤物、兔子行动 召唤物的作用包括治疗、消刃、净化以及减少冷却时间 关于减少CD的效果 这一点存在一些争议 个人的理解是 它可能是用于减少增益BUFF的冷却时间 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等待后续版本中的详细说明来进行确认 皮肤系统的发布时间一直备受关注 最初有传闻称 该系统可能会在3.0版本中推出 但最近一些专家在解包过程中发现 该系统可能会在2.5版本前后就要问世 第一个发布的皮肤是卡夫卡 然而玩家们更关心的是 3月7号那个皮肤何时上线 许多人原本期望在2.1周年庆史推出 但该版本没有提及 现在我们只能希望这款皮肤能尽快上线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 2.4版本的卡池强度已经基本确定 如果您喜欢焦丘和云里这两个角色 现在是一个合适的时机来制定相关规划 隔壁姐姐放了那塔PV后 热度直线上升 目前崩铁这边稍微有点安静 但别着急 7月下半的热点马上就要来了 按照时间的安排 7月16到17日这两天会有2.5版本的角色例会 新角色很有可能为 飞肖、凌莎、莫泽、四星 7月19日就有2.4版本前瞻 届时还有300兑换马 月末将会开启新版本 焦丘、云里、SP3月7登场 崩铁热度将会在7月下旬回归 值得期待 在2.5版本中 流银5精队的最后一块拼图 击破奶凌莎马上就要上线 虽然暂时还没有具体的时机、技能等消息 但基本方向已经有了 凌莎拥有召唤物 模样类似瑶瑶的月柜 看来在佩佩 地厅、杖杖之后 又一位猛宠加入游戏中 凌莎的兔子行动时 可发动最佳攻击 对敌方全体造成火属性伤害 同时还能够为全队回复生命 并解除一个负面状态 凌莎行迹可提供战机大招拉条 击破特攻转攻击 提供治疗加成 当队伍角色血量低时 自动触发一次兔子 这样来看的话 凌莎的功能还挺齐全 作为2.0版本 首歌限定奶妈 流营队伍的最后一块拼图 肯定要抽取一支的 另外 官方发布翡翠的朋友圈之后 细心的开拓者 发现了一个从来都没有见过的头像 看来会和新角色有关系 玩家吐槽这个头像有点像奶嘴 只能说这个头像还是非常有个性的 很明显就是后期将会上线的角色 根据网友的猜想来看 这位角色或许是特殊NPC 又或许是十星十人其中之一 感觉年纪应该并不是很大 相比较小男孩 个人觉得这么粉的头像更像是小姑 最近有关于云里和娇丘的改动的测试服爆料 云里的最终改动 主要集中在数值方面 现在0加1的云里的实力大致可以媲美4加1的克拉拉 而1加1的云里甚至已经达到了6加1的克拉拉的水平 至于娇丘的改动 我觉得有点抽象 起初大家认为 娇丘在黄泉队伍中扮演辅助的角色 但改动之后 娇丘更适合在Dart队伍中发挥作用了 当然 娇丘作为一个虚无角色 仍然可以辅助黄泉 只是不像之前那样完美契合而已 零砂的行迹效果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行迹1的效果是在释放战绩大招时 会出现拉条效果 目前还不清楚是群铁拉条还是单铁拉条 行迹2的效果和流营相反 击破特工将转化为攻击和治疗加成 而行迹3类似于罗刹的行迹 在队伍中有角色血量低时 零砂的召唤物会自动对敌方造成伤害 并对队友进行一次紧急治疗 根据大佬的爆料 关于皮肤系统的消息有所不同 这次的消息不是关于新皮肤的爆料 而是关于皮肤系统的详细细节 据爆料 即使玩家还没有通过抽卡 获得对应的角色 也可以购买相应的皮肤 一旦抽到了对应的角色 就可以直接使用之前购买的皮肤 据爆料来看 第一款上线的皮肤 应该属于卡夫卡 如果玩家想购买皮肤 从今天开始开通小约卡的古老梦华 可以暂时不用兑换成星穹